各非常棒 vet 其实我实在是不愿意 我妈呢 我不去谈科个的时候 他就怕我有话了 各位 我不骗你的 这一次之后 立法院的院长学你 说 你觉得越来越弱声 民众长的角色就越来越没有了 当民众长自购喜 真的进入立法院之后 没有声音啦 我跟你讲因为被淹没了嘛 八个委员会刚刚一个委员会一个民众党 根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民众党最后的舞台 你让他玩一玩 如果我就没有人啦 我就问你啦 你让他选谁 选男人家骂他小男 选绿人家骂他小绿 他因为黄国昌 黄国昌是在时代 不愿意被叫做小绿 他才跳出来的 你现在在民众党 你去当小男或小绿 我认为跟你民众党的价值都不一 他已经太多谎言了 现在他的人不是说他的五个中常委都辞职了吗 也就是说虽然谎言在民众党那边是常态 但是他真的会照就一批磕黑 稍微有理性的人都觉得这人有问题 这人说的话跟他做的是不一样 累积太多 为什么累积了一大都磕黑 很优秀人最后都变磕黑了 够瘾 所以他的反而只会少不会多 剩下那些傻逼 剩下那些鲁蛇 最后只有一群鲁蛇跟着他 所有精英都跑光了 你看看 他会磕黑的东西 这个是最大的危机啊 各位 你们不要太担心了 一个团体优秀的全部都反对你 现在剩下一起傻逼一起鲁蛇 我真的看过那些鲁蛇 在讲话 我看过那些鲁蛇 你就知道那种都是脑筋天机的 不努力工作了 等天上掉线瓶的 这种人当然对社会不满 我说就算他觉得政府应该送他 配他一套房 哪怕你把房子配才给他 他还说你还配给我一个老婆 你还给我什么费 这些鲁蛇 你可以不用理他 已经形成了鲁蛇 你也没有改变 但是这样的人不可能很多 如果台湾这样的人是多数 那不好意思 台湾就等着灭亡 也很正常 如果台湾人用鲁蛇的票 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 那台湾本来就该死 本来就该死 如果今天台湾人没水分就这样 那你就该死 既然你觉得不会这样 那你就不管他了 也许投出来还会有什么惊喜 也不一定 投出来有惊喜也不一定 但是我就是这句话 这个选举之后 民众长的声 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发出来 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要再讨论他 都不要讨论他 我就看你能怎么样 还能演什么戏 你这表演给我看 笑死人 你一个政治人 我一个领袖 他不能有个人情绪 我们做政治评论爽的 我江湖儿女 我跨异恩仇 我做总统我不敢这样 对 如果我先做总统 如果我是耐心得 跟他们他做全民总统 对不对 当然对啊 那也是台湾国的国民啊 你不能说 今天蓝色全部赶走 明天蓝色上台绿色全部赶走 国家不是动乱吗 要乱到什么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啊 就变成说 社会的和谐 是你总统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耐心者就是说 葛魁不一定要绿 葛魁不一定要绿的 因为他也知道 他的选票是比较少的 他是要再开始做妥协的 耐心者在做妥协 因为他在走中间出去 他要做全民总统 这是对的 你们想想看 蔡英文这么柔软的人 他的卸任前还有没几个派 支持力 怕死人的管 你们这全世界很高的 都很吓人 一个都要卸任的那么高 蔡英文的特质就是这样 这是蔡英文的特质 包容在包容 我问你的蔡英文不是左派吗 难道你觉得蔡英文是右派吗 所以我就说 左派不是不好 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在这种 政治平了圈子里 你要把左派右派先分清楚 左派右派都没有对跟错 不要说左派这不好 白左不好 千万不要这样想 千万不要 左派另外是两种思潮 不能因为左派右来定一个人的对或错 而是极左跟极右那才是有问题 极左跟极右也是有问题 我刚刚就讲了 最左是哪里 北欧高福利国家 谁是最左用的 叫社会福利国家 福利国 那个才是叫真正的左派 不好吗 我觉得是很好 我觉得我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 如果我们台湾未来变成北约这样的国家 这样高福利国家 我觉得没有不好 那不可能 因为台湾我们还面对一个中共 我们把很多的钱拿来当军费 否则台湾真的有可能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 高福利社会 要先把它弄清楚 现在没有办法 还没倒 也许哪一天台湾真的会走入真正的文明 那个时候也是要走福利国 高福利国家 那不就是走还是走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现在有中国 有中国威胁的时候 我们本土派有必须要什么 我们本土派需要站出来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 好不好 人家美国凭什么接受中国人 他接受 他已经接受很多了 好不好 川普的时候 美国只有1100万的非法移民 现在有1800万了 这几年接受700万的非法移民 这非法移民还包括墨西哥 包括东南亚 包括南美洲 当然也包括中国 最多还不是中国 美国非法里面最多的是墨西哥人 不是中国人 所以你说什么 美国人凭什么接受中国人 那你就不了解 什么叫美国 美国是民主的大农武 就是美国伟大的地方 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要接受各国人 我们虽然说 中国根本是敌国 我们要防范敌国 但是看事情也不要这样看 美国 难道说美国可以接受墨西哥移民 就不能接受中国移民 走线的中国人也很多 这样就有点 而且我就这样讲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说南白当选你要移民 不 南白当选我只要留下来跟他占到底 看我一下 南白当选你移民 那你台湾的财产怎么卖掉 台湾的亲人全部不要 我自己一个人移民 我明天就可以移民了 移民干什么 我们家族怎么办 有啦 我有时候很生气 我也会这样想一下 想一下就好 就像现在被打压成这样 我常常想 啊白走啊 这就冲想 但是后面还想一想 不是这样讲 不是说做不做的问题 这个是跟那个两百四号 你在讨厌 你在讨厌他们这样打压我 该做事还要做 所以说 不要让自己过度的颓废 还有开设很多事情 台湾人真正的敌人 都在往内复打 我不可以讲真心话 台湾最大的敌人在党内 总会真的没有能力打你 你如果现在跟人家讲说 共会打你 那是不懂的 对国际局势不懂 对两岸的处境不懂 很简单 你就问他怎么过来 这么打我你怎么过来 他们这两个说法 登陆作战 第二 火力覆盖 饱和攻击 我去撒罢公立的海峡 我们像乌克兰都连在一起 他给我们火炮给你攻击 这我讲很多遍 中共能够有远程的飞弹 跟火箭炮 他就那几千颗而已 几千颗不要把做台湾的火力覆盖 就把台湾什么饱和攻击 就一个镇 他都没有办法全部火力覆盖 先说得比较简单 你们真的以为 飞300公里的火箭弹跟那个飞弹很便宜吗 那你太不了解这个军事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登陆跟我们的火靶子 今天他所有的运兵船都会变成火靶子 从大陆中国要开船到台湾 一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他完全没有抵抗力 列预算 列预算 从岸边打 从船上打 从水下打 从飞机上打 从陆域上打 还有我们什么 陀江舰 需要打下七百多吨的那种 可以装四枚 那个还是隐身的 小船跑来跑去 四颗就可以打四台了 打完再回来装舰再出去 这种人没有什么挡 他们这些他都没有战法可以挡 不要说那 其实我们要做 我是真的不怕你中国来 因为你根本来不了 而不是期待你的善意 我不期待你的善意 我只知道你没有能力打我 你看看 果灵头跟夏敏才 两公里不到 他都打不过来 果灵头战争他不是 一万人登岛吗 不是全部被歼灭吗 所以一定要知道 各位 登陆战士群是最难打的 和控台湾海洋 如果有人在这样讲 如果那些鲁神很爱讲什么 显代心得就会打仗 你如果说打仗是怎么打 你连打仗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打仗要怎么打 他拿什么打你 你都不清楚 人云亦云 尤其胆小鬼不容易的鲁蛇才会这样 你真的 真的有什么欺骗的人 有什么气概的人 打仗要干到底 你妈你一条命 我不是一条命 是不是这样说 我不怕你就怕 共产党我在中国二十几年 我学到一件事 你妈你不怕就怕你 我如果去公安局去回家 我是真的 看过这些事 这个问题 我给你很救命 因为我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我从来不怕这些东西 最后他就得让你三分 他就得让你三分 因为不是每件事情都愿意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 广东的警察还是比较什么 比较文明 广东跟内地不一样 内地也不要熬 内地你学我 你一下就被抓起来了 内地跟台湾是不一样 没有 跟内陆整份 跟广东不一样 广东虽然还是很封闭 但是广东毕竟最早开发 他们是有很多民主的精神 所以为什么我在东莞被喝茶 其实他们最后都非常理喻 内陆不一样 内陆三分六分 有些人 国宝来找你去喝茶 是以子以死的 气压压的 保护台湾有什么不对 要不然他投降 你问他要不然他投降 你吐什么吐 神经病一群 所以我说 跟台湾先生 这种人 根本没有必要跟他沟通了 那你不要说跟他吵架 我就看不起你 整天是我投降 我投降去回家 你们为什么 连保护自己家园的勇气都没有 好你这位保护自己家园的勇气都没有 你中国啊 你去投降 你现在是中国居住 人家是同意 你去换中国的复杂 可以啊 你看这种变态人 来台湾享受台湾的社会福利 台湾的富足安安定 今天连抵抗共匪的勇气都没有 这有什么说的吗 不知道要不要来说 就是这样啊 这个人性就是这样啊 人性就是这样 做真心没有错 李俊宁现在说的对啦 马英子是极少数啊 但是这极少数人声量特别大 所以我是觉得 你四九后代的 四九年后代这些人 如果你是反共的 你们更应该站出来 反对这些亲共者 否则你们会被人家贴标签说 你就是跟马英子就赶快了 对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台湾人都站出来这样 敢这样反共了 你们更应该出来反共 因为你们有很多害群之马 他以前赵赵康他们这些什么战斗 这些赵赵什么 马英子这些都是测射底里的匪谍的后代 这群人是影响到你们啊 没有影响到我们啊 你觉得他在这么喊一喊叫叫 对台湾有影响啊 影响不大 但是对你们同样的族群 四九难民之后 这些族群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如果是这个族群 我一定要出来 极致心灵的反共 要不然人家会把我贴标签 跟什么 跟马英九跟赵赵康他们同一个 同一个族群 这样就丢了 有些事情不是说我沉默就没事了 当有人侮辱了你这个群体 你不出来反对人家就说 你就是默认啊 是不是这样说 这句话 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了 你们比我们更应该旗帜先语的反共 是不是这样说 因为台湾的 台湾的这些害群之法 大部分都是你们的 好不好 生党不是都是马英九 马英九讲说 他新人习近典会败了多少票 你知道 其实很多人 其实兰人也很怕 一直他们这些人在讲话 他们就知道说 哇你再讲这句话 至少败了五十万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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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是懒得跟马英九一个乡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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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这么最羞毛乡 不是智慧那有什么办法呢 对啦 台派外省要永远证出来啦 不一定是台派喔 所以外省只要你还反共 你们就应该证出来 那不要怪人家说你们轻共轻共 信不信 因为那些人的胜量实在太大 那胜量跟他们的族群的数量 不成比例嘛 是啊 曹董以前也是 也是亲共的 他为什么去中国投資 何建常为什么 台积电为什么早期没有 他先去了 这些人都是 没有经过中共的党铁拳 他是不会反共的 包括我们也一样 所以我没有受到什么铁拳 但是我是在中国真正的 真正的走入中国的反对的族群 反正我的族群 所以我对中国的了解 绝非一般人的了解程度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谈中国 我没有什么不能谈 而且你们发现 你什么了解那么多 因为这些年我们的朋友 都是在这些反对 反共产党势力的团体里面 这里面有很高阶的人 所以我说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像我们做这种公开的频道 或是说 微信的群体 我告诉你 沃湖超多到你想象不到 真的有互不及了以前 在我们群里你知道吗 他还来找过我 真的 跑到东北来找过我 他们是希望 他们希望保住台湾 他们给我很多建议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回来一直想 能不能吹动台日联盟 这些人跟我们讲的 他们都说 台湾只有跟日本联盟 同盟国之后 你就安全 你跟美国不太可能 比较麻烦 但是你跟日本 因为台湾跟日本本来就是什么 异相通嘛 而且你们有什么 民主的情感嘛 你民间友谊这么深嘛 所以为什么安倍讲 台湾也是日本有事 还有一句话 日本有事就美国有事 因为就启动美日安保条约嘛 其实人家讲的话都很深刻 人家话不多 但是一句话就觉得 点破你台湾的出路嘛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 一定要跟日本走得近 如果能不能单独打中国 中国基本上就躺不住了 在线上台湾 在线上韩国 共产党根本没有任何迎面 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 所以人家在讲 有些人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要信 我们要听 台湾需要 需要一个坚强的伙伴 那个绝对就是日本 强而有力的伙伴 所以我一直讲 台积电跟日本的合作 我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当日本重新崛起 日本借由台积电 帮日本合作这个场 让日本找回它半导体的价值 然后靠这个半导体的价值 重新复兴日本 今天有个报道 丰田开发出一款固态电池 充15分钟 可以行驶1500公里 比比亚迪那些都好很多 日本有在研发这些东西耶 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说 电动车这东西中够 中国除了会低价之外 没有什么本事啦 我跟你讲 比亚迪一块的低价很少世界 你就让它过一阵子 它的原型毕露了 最后世界的电动车霸选 就是中国啦 中国这团我们见太多了 我们见太多了 永远都低价打到来 所有人都闯不过去来 但回过头它自己也受不了 也受不了 因为流血输出嘛 所以真正能够成为行业霸主的 绝对不会是中国啦 不是现在看起来是中国 没有错 现在不是它的销量超过特斯 特斯的股票不是大跌吗 是不是 但是我看来这是一时的 一时的 如果走到自驾这一块来讲 中国共产党 中国是没有机会的 汽车一定会走到自驾 走到自驾 走到自驾这一块 安全系数各方面 最后 中国会败在这个自驾这个晶片上 中国电动车现在看起来很强 横扫全世界 最后它会败在什么 败在晶片的缺乏上 所以拭目以待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共产党说明天都是gay啦 因为它是请全国之一去发展 找到一个什么 流血输出 想我一下 这样你不会吗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都每天都会不会卖 难道我不会卖到全世界最好吗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老师来不计同 我已经讲过很多事 包括那什么 任何一个行业 在中国内销也一样 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人架为打击 要来做这个事情 包括我已经讲了 包括你不是什么 单通一打 这些 本来这几个什么中通 深通 什么汇通 这些东西 做得很好 当年很顿钱 我曾经也包了两百万人民币 承包了一片 东城 整个东城一片的快递是我的 某一下快递公司 你知道最后死在哪里吗 他们有一个红二代 准备拿两千亿出来亏 成立一下叫集图快递 我们的成本大概在两块五到三块 一片收一单 大概成本在两 其实大概是三块五 一开始是成本在三块五 集图快递用八毛钱去收啦 八毛钱去收一份快递 当然是针对那个量比较大的 他没有电电信 人要三块三块半 他八毛钱去收 瞬间把所有的快递都打趴了 但是他准备两年 亏两千亿 把你们全部打趴之后 他自己再来涨价 中国人 中国人上面不 所以我说中国人不懂得和平相处 人跟人也一样啊 公司跟公司 人跟人都一样啊 中国人第一次遇到你 他会干嘛 他会打量你 他打量你干什么 因为他在考虑 是我跟你下跪 还是你要给我下跪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他也跟你分个高下 是我要给你下跪 还是你要跟我下跪 他们没有平起平坐的概念 你知道吗 这就是接受阶级毒害太严重 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阶级 在阶级斗争嘛 这是民主性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 没有经过三百年的文明殖民 他们是改变不了社会的 改变不了社会的 我们也改变不了他 这远离他嘛 我先抖音破口 一个年轻人去这项大学交换 抖音也是拍得漂亮 实际吃起来 又有一个做不下去 这个没什么 你知道什么 抖音这个事情 我还剩一句话 你再讲Ttok 抖音台湾人进不去抖音 Ttok这个东西 你也不用在那个 你要想要想一个有用的办法 就是我讲的嘛 那不然我来参加 你也来做抖音啊 你多做一点啊 大致这些别恶学说 只有你跟他正面对抗 而不是去抱怨 抱怨是不好的